大家好,我是贺勇 婚姻本应该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但是在有些人的眼中 却成了赚钱的手段 他们将婚姻当作筹码 肆无忌惮地去挥霍别人的信任和感情 每一段婚姻都是幸福的 因为他为这个世界扫除了两个孤寂 为这个红雨增添了一份传奇 结婚是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冒险 因为他的结果 谁都无法遇见 放下一小伯大的贪念 不要相信天然会掉馅饼 但凡遇到一个自身价值和你极度不匹配的人 一定多加考虑 为什么 凭什么 天亮 你说你也是糊涂 你说都快结婚了 什么都不问清楚 就把钱给人家了 勇哥 我和小廖是通过网络见识的 他长得也好看 我们聊了几天就见面了 后来就跟普通求女一样 没多久就住一块了 我真没想到他就是个骗子 谈恋爱的时候 他要什么我都尽量满足他 半个月前 我跟他谈到结婚 我也想安定下来 就见了他哥几面 连他爸妈面都没见到 彩礼就给了六万 后来他就整天有事没事找我吵架 一吵架就找他哥打电话 把他接走 前几天给我 前几天给我打电话 说这婚不想结了 说我们不合适 我问他要彩礼钱 他说彩礼钱不可能退 我现在都怀疑那个人 根本不是他哥 勇哥 我家其实也是一般家庭 这六万块钱 就是我爸妈攒下来 让我娶媳妇用的 我都不知道 怎么跟他们交代了 这媳妇我上哪里回家 你说让他们知道了 不得急死 天亮 你这很明显就是碰到骗子了 在以后找对象 你得长点眼 别让你爸妈担心 再说他长得好看多了去了 那你不能见着一个长得好看 你就给人钱要结婚吧 知道了 杨哥 你这样啊 你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 然后这个是我帮你解决的 我一听你说 这肯定就是一个 计划周密的一个合伙 肯定是和合结果来骗你钱 我觉得我觉得 把钱放给你 天亮 一会儿到的你稳住吗 行 我差不多说还记得对 好好好 微信微博搜索硬碳后友 后友谁与江峰 喂 喂 小灵 爸 你到火锅店了吗 到了你快来爸 行行行 停车了 马上到了 好 我就去接你吧 好嘞 好嘞 好 听我了 你们在车上等一会儿 小灵 小灵 走 咱们进去吧 好 走走走 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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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玩啊 刚吃完吃午饭 你就电视晚上去哪儿玩啊 那哥 你一起去叫我走呗 那我走了 哎哎哎哎 别别别别 回来 走什么走 别着急啊 我还有个礼物送给你呢 礼物 什么礼物 我送你这大礼啊 我送你这大礼啊 你坐着坐着 我怎么走啊 你什么意思 和你过来耍我是吧 是你耍我不是我耍你 把我留下你 帮我留下你 快点 快点 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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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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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晓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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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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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给你啊 你帮我 不打个人 但是我跟你说 我不打坏人 你来谁啊 我也喜欢干什么 请你来来来 不是你们谁啊 啊 你俩谁啊 是你们高杀啊 啊 啊 怎么来这么快啊 啊 我们大飞机啊 别打了 别打了 什么都别打了 是我 是我们俩一起来的 是我让他在找地方见的 但是我男朋友的时候 不是我哥 什么 你以为我来帮你给我救 我来帮你骗了 你怎么闭嘴 你怎么闭嘴 你怎么闭嘴啊 一样是不要个鼻脸 他搭了老街边 你的鼻脸还比我女朋友啊 对啊 太大了 女朋友就行 女朋友也让你睡 你看 你再睡觉啊 这么大 别打了 别打了 这个臭嘴 能不能说不认话了啊 这妈的剃刷 你怎么那么剁你呢 把他都 把嘴巴塞了 这妈呀还能不能让我睡觉 能不能恶心点不你啊 塞了 你再多耳子 啊 再多耳子 你再多耳子 你再多耳子 干啥呢 你们天都多夜 你们晚上睡觉都睡着吗 这他们换男人 比他们来大姨妈还起 是不是啊 不咋了 我们真的不咋了 不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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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可 没什么昨天昨天 你干什么不得干个人来的啊 我告诉你 我说了不打紧 就不打紧了 就说你要是个男子 我可以把你把瓜哥 拼成打紧 标不低一点 就恶了 他命 这事都没限 老人 来说我做事 老人要回来 太回来了 太回来了 不敢吗 我把这些什么朋友 看见我全部我爱你了 你妈那这么骗人 就为了这个处的吗 啊 来个个事 抬头 这一样呢 你们呢 这还是一人怎么睡 来 待会把他给我送牙殿去啊 我能不能给你掏钱 好 我给你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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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不逼了对吧 啊 没什么结婚多跑了 你那事啊 你妈这些人给你整的 说你闹些包 赶紧 现在啊 把钱给我转给抬张 赶紧的 来 什么事啊 你咋的 放出来 什么时候 把骗人的钱都管着了啊 什么时候来帮我拿什么事啊 别对我不要多说了啊 多行不易必自闭 这话作为只听见了吗 走 更多精彩 关注沐汉霍勇 点赞转发 用力量说话